其实这个我这么感觉 两说着 往好来说 咱从心理上讲 往好来说 这叫做出了决定 对吧 做出了终于就是彻底的 抛开了一切 束缚 往坏里说 其实也是一个精神崩溃的症状 怎么说就崩溃 就是私奔不是问题 这种方法 陡然之间 什么都不顾了 其实也是对旧有的一切 承受到一个限度 彻底崩溃 但是涅槃 愈活 重生 我跟你讲 我跟老王 团取相对 也不叫团取相对 认识他 我不认识他 很多个老王 这个世界上 我有时候 最近说走出中年危机的表现 也常常会有这种出世之想 其实有时候甚至问题 不在于一个女人 而在于一个桃花源 一个梦想 就是走了 你知道吗 就是现有的一切 上有老下有小 工作人际关系 这一切 已经厌倦 你最近在台湾做一个文化节目 就是访问 有赖生川导演 我一直讲过很多次 赖生川导演在书里讲到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个真实的新闻 国际先驱论坛报上 曾经报道过这个新闻 好像就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英国的那次著名的火车的事故 我们刘海若 我们那主持人刘海若不是 生命垂危吗 后来他在赖大人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报道 发现当时有些被定为死亡 失踪的人 几年之后 突然出现吗 出现了 他根据这个编了个戏剧 他说当时这个状态是什么 这个人激了光张火车出了事 从这个死人堆的爬出来之后 走了 一想 这不也是个逃的时机吗 机会 家里人都不知道 就说失踪了 最后多少年找不着就判断死亡 就是只不过找不着失守 可是实际上这个人在另一个地方生活了 许多年 明白了 你知道吗 这种突然之间 走了 您说公权就以这个王琴私奔 说这个所拿爱情 王琴私奔想出戏 做最后一个稻草 是吧 做最后一根稻草 然后逃 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相信爱情太可悲了 到最后爱情都被人利用了 当作一个脱离现实 那么一个稻草了 不一定 有时候爱情就是桃花源 咱也没什么宗教 有时候真的我觉得 我想环游世界 可是最好有一个 我们恋爱的 如火如荼的这么一个女性 找着他 我就走了 我就走 就现在没走的 就没找着 其实你还是可以去 因为你最好的朋友是你自己 你不觉得吗 你只是给自己一个借口 你不去做这个事情而已 其实也不对 因为就是我们说 人生逾越最高境界是分享 同时对方能感同身受 因为每个人那么孤独的 每个人真的是孤独的 阿宝你听见这个事 对你有什么刺激 我也挺羡慕他 对我觉得义无反顾 是非常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有新的说法 最新的说法就是说 其实他们两个人早就结婚了 他们俩成立了一公司 拿这个来那个赚靴头 那个那个 我觉得内地的这种阴谋论太多了 所有人做这个事情都是阴谋 有人说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 就是他们真的为了自己的公司 为宣传的话 我今后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太受打击了 连这个东西拿来出来炒作 但他成功了 现在你看那个 那个微博上直接挂的 他是头条 大家都讨论的 可是我觉得 这就是世界的多面性 就是罗生门 到底怎么回事 只有当事人 知道 但是呢 你从他产生的客观效果上 来看 甚至你很多人讲什么 汪小飞跟大S结婚 他们自己也许人家很单纯 对吧 可是你看 你从客观效果 你永远可以做出无数个解释 甚至是全谋 甚至是整个的一个大阴谋 你都可以这么讲 这就是广告一下 我这本书里说的有一个角度问题 我们看事物的角度问题 决定了我们的一些态度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你看那本书是这样的 你看那个公权是这样的 我看他是这样的 大家各种不同的角度 集合成了我们的一些不同的看法 交调在一起 论坛也好 社会也好 什么时尚 风尚 所有东西全是角度不同 堆积出来的 堆出的结果 不好意思 说回去了 之所以我们维护一个常态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角度 这个常态是我们之间连线 如果没有常态 突破完结 那么你说这私奔的 这不算违反常态吗 私奔 他应该是 他不是违反常态 他应该就是 如果说严格的算 他这种叫幼态心理 幼年的幼 态度的态 幼态心理 幼态心理是什么 就是好像没有成熟似的 我一味的任性 我想得到 就想得到 不计代价 不计后果 很多事情都可以用那个幼态心理去解释 但是首先要说明 我不能把这个作为一切犯罪的借口 或者说一切不合理的借口 要加薪这个事就是 他真的是一个幼态心理 他根本不计后果 反正咋在说 就是耍小孩脾气 同意八道 他有同样一个心理状态 但是你说 如果说他这是精神病 那是错误的 因为每个人在各种状态下 都会犯这种幼态心理的这种状况 是没谱的 比如说你不高兴了之后 本人一摔 他这一瞬间就是一个幼态心理 但之后你能回复过来 老太心理一样 他平时都是什么样 平时都是正常的 这时候就捅人了 那说他幼态心理 他无罪 不可能 所以我们要就事论事 把东西单拎出来说 他是幼态心理 但是并非就是说 他是无罪的 这个东西必须该清楚 其实就说这个幼不幼态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心里 都有一个小孩 所谓小孩 就是说想干什么干什么 其实 但是咱们成年了 越来 所以为什么佛家 就讲一句话 说我们生活这个世界 有个名字 叫堪忍 可就是忍 就作为一个成年人活着 真的就是忍 一个公司的老总 或者像你说的一个风头子 很多事情要忍 包括你有个家庭 你要承担所谓男子汉的责任 一切的责任 其实也对你来说 都是在忍 可是你心里那个小孩 也许有一天 这根弦呢 有些人采取的办法 就是爆裂似的 就断了 干什么要这样 像有些人就是疯了吗 其实有一种 像社会撒娇的意思 就是去你们的吧 我都什么都不管了 反而更多人关注他了 对啊 其实是这个样子 你看你像私奔 这个事情也是一样的 搞不好他 你如果要私奔 你就偷偷去私奔 没人管你 你跟我们没关系 因为他本来是一个公众人物 所以他有一个说法 就是北京话就是爱谁谁 爱谁谁 爱谁谁 对 阿宝 我们可以策划一下 大家